唐浩表面上对唐三一副目关心的样子,但实际上也是爱此心切,尤其是知晓唐三那双生五魂后,整个状态文情不一样了。 唐三也是蓝银草和浩天锤双五魂,一路走来没有让各位斗罗民失望。 第一次是唐三出现时来负学恩的时候,几个小孩子对不动名王赵乌基打得鼻筋连肿,整个过程都被唐浩看在眼里。 晚上唐浩千里传音,让赵乌基出来相见,其中赵乌基还不知道是谁在跟自己对话。 当唐浩断出自己的风环时,赵乌基直接就冲呆了。 风环的逻辑别,尽管有四眼猫鹰弗兰德在一旁,依然没有办法,只能由着唐浩发心一空。 第二次是史莱克七怪在五魂城参加比赛,最后小五不小心暴露自己是十万年混书的时候。 五魂内将皇正是杀害小五八马并夺取风环的人,面对仇人小五陷入重重危机,唐三自然不会袖手狂观。 史莱克学院全员都做好了可批的准备,万分紧急时刻,唐浩霸汽出场,缓解了史莱克的一场风波,也有了五魂电关火一棒。 后天真是出现的那一刻,几节还真是感到无比的震撼呢? 各位朋友觉得豆罗冲最喜欢哪个角色呢?欢迎留言。